印度现在是四喜临门 很多人还在盼着第五喜 看到有朋友调侃说 印度人现在睡觉都要笑行了 确实 对印度来说 2022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年份 现在至少是四喜临门 第一喜 印度现在正是排登节期间 排登节是印度最热闹喜庆的日子 第二喜 印度刚刚庆祝独立75周年 逢五逢十的年份 自然更为喜庆 第三喜 印度GDP超过了英国 现在世界第五 昔日殖民地超越了宗主国 焉能不喜 第四喜 那就是印度裔的苏纳克 当上了英国首相 而且创下了两项历史 一 他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印度裔首相 二 42岁的他是英国200多年来最年轻的首相 所以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幕 对英国新首相上台最高兴的 不是英国人 而是印度人 至少部分印度人狂喜当年是英国人欺负印度 现在是印度人领导英国 所以 对于苏纳克上台 印度从上到下都很高兴 印度总理莫迪更是第一时间发推 向苏纳克送出最热烈的祝贺 并期待将我们历史的关系转化为现代伙伴关系 那历史关系是什么呢 莫迪说的很隐晦 其实就是英国殖民印度 欺压印度 剥削印度 其是印度的历史关系 不然 苏纳克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也不会从印度去东非 也是英国殖民地谋生 并在非洲生下他们的孩子 第二代随后移民英国 在英国生下了苏纳克 当然 对印度人来说 觉得苏纳克很亲切 至少有三层因素 第一层 他有印度人的血统 第二层 他娶的还是印度女孩 印度超级大富豪的女儿 他还保留着印度国籍 第三层 苏纳克还很印度化 他公开信仰印度教 参加排灯节活动 而且还向神牛致敬 同时 当初宣誓就任财政大臣时 以印度教宗教经典宣誓就职 因此 虽然生活在英国 但在苏纳克家 肯定不会出现牛肉 当然 毕竟在英国 苏纳克也很注意平衡 苏纳克自己就说 我的父母是为了生活 而移民英国的 我的文化背景意味着 我要在周末去印度教神庙 因为我是一名印度教徒 但每个周六 我也一定会去看当地的足球比赛 两者对我来说 缺一不可 这是苏纳克的聪明之处 果然是八面玲珑 左右逢源 相比印度人的狂喜 英国人感觉更五味杂陈 对苏纳克上台 英国头面人物都表示欢迎 应该说 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 大英帝国人口也多元化了 英国人也总体想通了 在公开歧视印度人 这涉嫌种族歧视 显然是一种政治不正确 但私下里呢 看英国一个电视节目 有听众就打电话抱怨 苏纳克都不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 有些事情很重要 85%的英国人是白人 他们希望首相是能代表他们的首相 当然主持人也调侃 对 你说得很对 你能想象英国白人去统治一个 跟他们不一样的国家吗 哦 以前都没发生过 讽刺英国当初的殖民侵略 然后 他接着讽刺 一些英国人当年公投脱欧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想让英国成为白人天下 拒绝外来移民 哪知道 接下来是七年的连锁反应 最后直接的后果 一个印度人首相上台了 这个世界 很多事就是这样打脸 有点扯远了 但苏纳克成为英国首相 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印度人的不寻常 不错 印度总体还不富裕 更不乏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印度人 但真别瞧不起印度人 至少在国际上 在美国500强企业里面 就有80多位负责人是印度后裔 IBM的CEO 谷歌的CEO 微软的CEO 联邦快递的CEO 推特的CEO 等等等等 都有印度血统 为什么会这样 我总觉得 还是印度人的勤奋 聪明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 和中国人一样 特别重视教育 以苏纳克的家族为例 祖父母都比较疲寒 不然不会到非洲去谋生 但在教育上特别舍得花钱 所以第二代就走出非洲 到英国当了中产 生下第三代 更是不惜重金 让他们去私立学校接受教育 去牛津 斯坦福深造 当然 对很多印度人来说 四喜临门还不够 还在期待着第五喜 别忘了 美国现在的副总统哈里斯 也有印度人血统 80岁拜登最近的表现 大家都看在眼里 前几天庆祝印度排灯节 他又语出惊人 对刚过完58岁生日的哈里斯说 祝这位伟大的总统生日快乐 我们知道 你的妈妈永远与你同在 拜登总统说 哈里斯 伟大的总统 因此不少印度人希望 拜登因为健康问题能提前退休 那哈里斯接任美国总统 这样的话 美国和英国都是印度后裔掌权 那真是盛况空前了 最后 怎么看 简单三点吧 第一 印度确实在崛起 这种崛起 最根本的表现 还是印度的经济实力 2022年印度GDP超越英国 更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发展是硬道理啊 当然 还有海外印度人的杰出表现 除了大量的印度ECO 科学家外 别忘了 在葡萄牙 斐济 爱尔兰 瑰亚纳 马来西亚 毛里求斯 新加坡 苏利南和塞舍尔等国 都曾出现过印度血统的总统或总理 印度人才满天下 这是一个事实 当然 另一个问题 就是印度人才的外流 也是触目惊心 第二 印度也别太高兴 我们更要看到 印度裔当外国总统 和印度国家利益 并不总是一致的 有可能这种血统关系 确实会让两国变得亲近 但更可能 为了避嫌 对方决策更沾前顾后 反而更不敢对印度表现得太友好 不信 大家就看吧 苏纳克的英国 和莫迪的印度 说不准哪天就又闹翻了 第三 文化是最持久的力量 过去的三百年 是印度人最屈辱的三百年 当年印度独立时 丘吉尔曾很轻蔑地说 所有印度领导人 都是低素质的稻草人 当殖民地饥荒 导致三百多万印度人死亡时 丘吉尔还说过一句话 印度人会像兔子一样繁殖 不用担心 风水轮流转 现在 印度人却开始领导英国 我总觉得 这里面有印度人的苦干和奋斗 生育率高 但最重要的 还是教育 还是文化 印度悠久的文化 注定了印度肯定还会大放光彩 事实上 如果不是75年前印度独立 那今天不是印度人领导英国的问题 而是英国被印度彻底同化了 英国人要说印度是英语了 当然 这种亏本买卖 精明的英国人打死也不会干的 所以说 文化自信 是更基础 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 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发展中 最基本 最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 文化不被遗弃 文明必然复兴 当然 过程不会直线发展 政治更是充满变数 不排除苏纳克 哪天又被英国人赶下台 然后被痛斥 这些印度人 果然很不靠谱 美国天兵 何时下场 这几天都在说 美国天兵来了 美国陆军精锐 D101空中突击师 4700多人 被报已部署在 罗马尼亚境内 目前在距离乌克兰边境 仅几英里处演练 为与俄军的潜在冲突 做准备 D101空中突击师的 指挥官们宣称 虽然此次部署 是为了保卫北约领土 但是如果战事升级 或北约遭到攻击 我们已经做好了 穿越边界 进入乌克兰的准备 要我说 别摸摸唧唧了 来了就赶紧下场啊 全世界人民 都在翘首一盼 准备开开眼界 见识见识天兵的水平 自古无置身 事外的帝国 美军不下场 这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就没有意思 大家嘲讽了这么久的 俄罗斯和乌克兰 菜机互着 已经迫不及待 要看看帝国的精锐 到底有什么不同 天兵的价值 不应当是躲在后面 当督战队 而应该冲动陷阵 给大家做个表率 我们是来看帝国风采的 不是来看什么乌克兰 破枪大战 伊朗小摩托无人机的 格鲁基亚事件的时候 你美军不下场 克里米亚事件的时候 你美军还不下场 叙利亚内战的时候 你美军只是和俄军过家家 这他么一点也不像生死大敌的样子啊 在叙利亚的时候 美俄天天搞团建 玩一家亲 一边割小麦偷石油 一边炸ISIS和反对派 路上遇到了还互相质疑 男女连环百拍 从来就没有真刀真枪上上对抗 你们打表演赛呢 由此看来 帝国对阿富汗 伊拉克才是真爱 美军在阿富汗打了二十年 花了两万亿 累计投入了八十万兵力 用过一千美元的咖啡杯 一万美元的马桶圈 六百万美元的羊 最后走的时候还丢下武器 自重 耗财无数 可以说 美军让塔利班变得空前强大 我想起来了 就连乌克兰也作为扑从在伊拉克 为帝国拼过命 为天兵效果力 所以帝国不能厚此薄比亚 今天美国在乌克兰才投入了多少人 花了多少钱 六百六十亿 一群雇佣军 几千人的一百零一空中突击师 还屈寻不敢进 够干点啥 加把劲啊 俄罗斯只是一栋摇摇欲坠的破房子 美帝只需要撸起袖子 冲上去踹他娘的一脚 英国首相是印度裔 接下来美国总统呢 拜登说 李希 苏拉克近年7月离开伦敦唐宁街 是一好财政大臣官邸 成为了约翰逊下台的导火索 兜兜转转一个多月 经历了对决利兹 特拉斯失败 而眼睁睁看着特拉斯入驻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 又眼睁睁看着特拉斯辞职 接下来苏纳克该搬家进入唐宁街10号了 苏纳克当选英国保守党党魁后 在保守党总部向支持者挥手致意图彭博社 在苏纳克几乎不战而胜成为英国首相之际 印度朝野似乎一片沸腾 譬如印度总理莫迪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发帖称 热烈祝贺苏纳克当选英国首相 而一些网民甚至晒出了对比照 一是1947年的路易斯、蒙巴顿 其是二战时期盟军东南亚总司令 又是英属印度的牧任总督 二是2022年的里希、苏纳克 网民晒出蒙巴顿和苏纳克的照片进行对比 意思很明确 印度裔政治人物终于要执掌前宗主国的政权了 对一些印度人的欢乐心态 我感觉确实可以理解 同时也该看到 西方世界这些年来确实冒出了一些印度裔政客 或者说是泛印度四大陆后裔的政客 但他们除了有印巴血统以外 其实与如今的印度共和国的关系 并非一两句话说得清楚 01.苏纳克当选英国首相 有媒体梳理出他是英国历史上首个非白人首相 同时是首个印度裔首相 是英国近20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 是英国第一位80后首相 英国政界能以如此方式 冒出来一位年轻的印度裔首相 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又有必然性 偶然性在于 如果不是约翰逊下台 苏纳克不可能在今年9月被推上保守党党魁竞选的风口 而如果不是在选战中击败他的特拉斯 担任首相后昏招迭出 不得不于上任四十余天之际辞职 苏纳克也不会如此迅速地得到第二落点的机会 如果不是从多米尼克度假的火速飞回英伦 想要复辟的约翰逊审时夺势后 有了新想法 苏纳克也不可能不战而胜 特拉斯战胜了苏纳克 却输给了自己 让后来者笑到了他前面 必然性在于 在现在的英伦三岛 本就生活着不少来自于前殖民地的人 其中来自于前英属印度的一些人 早已进入政界 苏纳克在当选保守党党魁 并成为英国首相之前 早已担当过财政大臣 还有自2014年至今 曾兜兜转转于英国内阁至少六个部任一把手的赛义德 看来不错图资料 伦敦市长 撒迪克 这些人除了血缘上与曾经的印度次大陆有些关联以外 他们生在英国 长在英国 说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这并不过分吧 更何况他们是妥妥的英国公民 当然 苏纳克曾经到美国学习 曾经拥有美国绿卡 但比起出生在纽约的鲍里斯 约翰逊来说 曾经的美国绿卡又能怎样呢 比起出生在纽约的约翰逊所来 苏纳克又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 只不过是印度血统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 约翰逊为了到英国当官 似乎是放弃了美国国籍 但他老爸新进加入了法国国籍 在英国脱欧以后 确实也有一些反对约翰逊的人 将他老爸入籍法国一事拿出来炒作 那苏纳克呢 其实 在英国来说 最令反对他的人感觉是炒作抓手的 是他的妻子阿克沙塔 穆尔蒂 那是比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更有钱的穆尔蒂家族的女儿 并且她是印度人 苏纳克在美求学期间 解释了穆尔蒂小姐 如今身为英国首相的苏纳克 是否有必要向英国民众解释下 自己为何有个外国老婆呢 2020年成为英国首位印度异财乡后 苏纳克曾在唐宁街11号才向官邸点燃蜡烛庆筑牌灯节 还有一点值得一说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去世以后 葬礼上可是有不少宗教仪式的 可出生在英国的苏纳克 却是妥妥的印度教徒 明年 当查尔斯三世加冕礼的时候 如果英国首相还是苏纳克 从宗教的角度看 他该如何应对 英国王室又该如何应对 这是一个新议题 03 纵观全球 印度裔跻身西方政界 成为领导人的 当下有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还有现任葡萄牙总理科斯塔 规亚纳总统穆罕默德 伊尔法恩 阿里 毛里球斯总理贾格纳特 及总统鲁鹏 苏里南总统鲍特色 哈里斯图 资料 其中 病人主目的是与英国同属 昂格鲁撒克讯息国家 或者说同在五眼联盟之内的美国 其副总统哈里斯 似乎未必没可能成为 未来民主党打出的总统候选人牌 这波 在苏纳克当选保守党党魁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祝贺 称他当选首位非白人首相 在英国具有开创性 而后于10月24日出席在白宫举行的印度排登节派对时 拜登竟然称祝伟大的总统生日快乐 并表示10月21日哈里斯刚满30岁 事实上被拜登在头衔里去掉父子的哈里斯 21日刚度过的是58岁生日 拜登拥抱哈里斯图 此料 拜登这是要将总统之位让给哈里斯吗 还是又口误了 会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 世人看到美英领导人会面时 互相问祖籍弟 你老家是泰米尔纳德邦的 你老家是彭哲普邦的 感觉不能排除这可能性呢 神明天有个人 那么我们感觉 我现在太误了